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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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你不能说上海整体房价跌30% 只是部分房价 但是到了明年如果发开房多了 出现了整个城市的房价跌了30%的时候 城市的均价跌了30%的时候 我们要把地方政府就该出手 什么意思呢?如果到了30%的赌变性出现 这时候要么不发开一发开 就可能接四十五十腰斩 就你刚才说的腰斩 这个时候不是一个楼盘 而是整体上都打对折 这个时候政府应该出手 在打七折 打六五折的时候 如果说拿出五万一 就工作房子收了 各个城市打六五折的房子收了 它这个房价相当于遇到了2015年 那么这个时候你把它收了呢 政府不会亏的 放了五年十年 收回来就是做工作房 就是做房改房 财房 连租 本来一个国家的政府 就该对居民至少保障 30%的工作房 或者保障房 或者叫连租房 那么你就想香港 780万人 还是480万 住在政府的保障房里 只是它的保障房 太可能只保障了人均 四个地方 我们说保障房 至少保个15个地方 它们保障的太低 但不管怎么说 香港四百万人住在保障房 新加坡是70% 都在保障房里 我们现在5%都在保障房里 商品房侧头侧尾 不该到位 譬如大家都买商品房 正好趁这个机会 把库存商品房 打了七八折的商品 打了六七折的商品房 买过来 一他你买过来 房产商收到了这笔钱 他也不能直接发财套利 他一定是还银行 还他的上游的施工欠款 还人家供应他货款的 各种借助材料的 在这个意义上 你如果五万一进去 他再去还五万一 再还三个五万一 就是五万一的债务 互相消掉的 所以这个时候政府要救市的 我绝对相信明年的 市场的时候 刚出现了 真的出现了一个城市 比较大规模 打得七折六折 政府肯定应该救市 这个救市 不存在道德问题 政府拿到的房子 就是作为保障法 可能这一场事情过了以后 中国的政府城市保障法 就超过百分之二次了 那不是好事吗 你也不用再去造房子 来增加房屋共建 至少把过岁的房屋 平安掉了 另外房产商也会 平安之力债务 然后整个社会的债务 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市场 这是在明年的什么时候 一定会出现 那么这个时间 只要这么一刹车刹住 还有个社会好处 那就是你说的 老百姓的安接贷款的首付 一般是百分之二三十 可能已经还原了 我看你了 现在是大体上首付 老百姓的十二十次付 可能有百分之三十 所以低百分之三十 老百姓还没出现 整体的负资产 如果跌到四十五十 真便负资产 社会不一定 第二呢 银行如果跌到三十四十以后 银行的换账 就不是百分之二十三 百分之四十五 那不得了的 也是个金融的亏天 所以这个时候 一天就是措施出来 一举几的 总的来说 这个是理性的估计一定会发生 所以我并没有只跟大家说 现在准备好了什么用 现在就作为所谈 谈一个观点 一定会 经济规定会有此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一段视频 那是黄祺帆先生 在近期有关于中国经济的一次演讲上 所表达的观点 那么很多的网友朋友 看了之后都非常的震惊 说黄祺帆说了 说房地产很有可能要硬着陆 房价地价售价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五十的往下跌 形成暴跌的趋势是不可以的 但是大家往往 忘了黄祺帆先生之后的一句话 叫一定要采取措施实现软着陆 实际上呢 我是完整的看了黄祺帆先生 讲话的全文 在之后啊 他就提到了 到底如何解决 中国房地产现实问题 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啊 但是我们更多的观众朋友们 关注到的是黄祺帆先生 假设性的这个说法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五十是不可能的 随后给出的解读是 连黄祺帆都承认了 中国房地产可能会腰斩啊 那么说到黄祺帆这个人啊 那我们熟悉中国政治的朋友们 不陌生 有关他的传言一直是不断 从重庆时期开始就一直在说 是不是会受到薄熙来事件的影响 他被查下台落马等等等等 但是好像这么多年过去了 黄祺帆他退休了之后 一直还是在各种公开场合 做出经济政策的预测和分析 好像本人是这个无视啊 那黄祺帆本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背景 他的这个官场经历又是怎么样的 何宾先生 历史有时候真的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当你把黄祺帆从上海调去 当这个陈金市后来的市长 就是把陈金黄祺帆作为未来的 总理或者是副总理人性的培养 结果黄祺帆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受薄熙来的这个影响 如果没有薄熙来 黄祺帆几乎是可以确定 在中国的经济政策方面 会扮演一个决策性的角色 甚至可以最差也会扮演一个幕僚性的角色 现在他之所以现在敢出来这么讲话 就是因为他不是这个角色 真正的角色是不讲话的 现在在这个媒体上尤其是社交媒体的时代 这些各种各样的骗子非常之多 有些骗子就是完全没有任何保留的 在吹捧中共的经济政策或者是政治政策 把中国吹到天上 好像中国是无所不能无所怎么样 而这个其实是对中国政府 对中国老百姓也是一个误导 还一批骗子呢就是尽量的把中国讲得很衰 越衰越好 因为这个符合政治各种骗子的一个基本需求 就是这种邪教就是这么来的 世界末日了世界完蛋了 中国也完蛋了 这种骗子很大的程度上 符合了老百姓的恐慌的心理 那么相对来讲黄秦帆作为在面上讲话的人里面 他是非常值得信赖的 这个信赖的一个语言呢就是他保持了浙江人 上海人一个比较务实的一种态度 同时呢黄秦帆我刚才讲了 如果律师给他另外一个机会 也许他今天就是中国的总理或者是副总理 甚至是至少是幕僚长这么一个角色 因为他是个天才 他是个天才 他是工论兵学员 他的工论兵还不是这个清华大学这么响当当的 他是上海 上海机械学院 现在有个学校叫上海理工大学 我估计一般人都没听说过 对吧 他开始是个工人 然后到那个学校读书 回去以后就当作理工论师 然后成为副厂长 然后他后来就慢慢被发现了 被发现了 被发现的人才我也没有仔细去考察 但是至少两个人物 对他的提拔是有帮助的 一个是全国人大委员长 也担任过国务院的副总理 上海市委书记的吴邦国 当然更重要的重视他的人呢 是黄菊 黄菊是上海市长市委书记 在黄菊期间 陈亮宇期间 那么黄菊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当时候 可能上海安排不了他更高的职位 就给他另外一个地方历练 当时其实同样的情况 一个叫孟建柱 从上海调到了江西 那是 当然是江西省委书记 后来成为了他 后来就上升了 而这个黄菊呢 到澄清 澄清是四个直辖书里面 四个直辖书里面最年轻的一个市 有改革开放的这种想象力 再加上这样一个政治心情的薄写来去 其实澄清在很大的承诺上 当时是做的是热火朝天 不仅是政治上热火朝天 他的经济经营体制变革也是很厉害的 我的朋友跟黄菊很熟 都是跟我说 你一定要注意这个人 你一定要注意他在澄清的事情 所谓的澄清模式 大家只注意到了 唱红歌 对 没有注意到了 澄清的经济增长 整个变革 后来黄菊帆 遭到非常广泛的支援 就是因为他低三下四 配合这个薄熙来 其实这是上海人 和官昌的一个基本的形态 市长就是一个市委书记的助手 不是说跟市委书记平起平坐 而且碰到这么一个非常霸气的薄熙来 即使后来的事实显示出来 他要是有一定的问题 早就被宣掉了 所以恰恰经过了这次风暴啊 有了黄菊帆今天的存在 而且他没有当官 也有一个好处 我们在看待经济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我不是说黄菊帆 每一句话来讲到对 因为你是经济学家 你知道即使是经济学家 很严肃很认真 也不一定是判断准确 但是黄菊帆先生的思路 他展现了这种宽阔的程度 或者他的物色的精神 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在这种两级中间的 经济学家中间 他是很值得尊重的一位 那么和平先生给我们介绍了 黄菊帆本人 黄菊帆的观点 当然不能说所有的 都是真知灼见 都是正确的 但是正如和平先生所说 他的确是提出了一些 在我看来非常有意思的想法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针对这个30% 40% 50% 把大家都吓坏了的数字 黄菊帆给出了怎样的解药 我们首先要说的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房地产的问题 其实现在大家担心的是 房地产价格不断下跌 那么大家要想到 在这个三条红线之前 我们主要担心的是 正好这个问题的相反面 是房地产价格过高 难以承受怎么办 中国城市居民 他们的房地产债务 占到了家庭收入的多少呢 将近140% 是相当沉重的一笔负担 城市居民家庭 平均每年用于还本付息的部分 占到收入的多少呢 占到15% 这对于中国家庭来说 也是对于消费相当大的约束 所以黄旗帆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现在有关于房地产这样的一个话题 我们强调的是这个价格 是卖不出去房价格不断的下跌 其实我们希望房价可控 与其你等着 让房子卖不出去价格下跌 让房地产商还不上钱 让银行遭受损失 还不如直接让政府借力把这个资产廉价买回来 那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首先啊 我们要看到现在城市有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城中村 威旧房 彭户区啊 等等等等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解决的 另外一方面 现实就是房价低迷 所以啊 你与其政府拿钱啊 这个争地 这个拆迁改造保障房 不如拿不出一部分资金来 买掉这些商品房作为保障房 至少未来中国城市百分之三十的居民是住在政府所提供的人才房 公租房和保障房里 这样啊 各种各样比较低收入的群体 刚刚进入工作市场的年轻人 还有农村到城市落户就业的群体就可以住在保障房里 那么黄岐帆也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数字啊 就是这些保障房的支出啊 租金呢 大体是等于住保障房居民每年收入的六分之一等等等等 那么这一些住在保障房的人群啊 他们不会受到房地产按揭贷款 不会受到租金压力各个方面的约束 因此他认为这可能是一条道路 哎等政府把这一批现在啊是便宜的 让人觉得是没有办法再便宜的资产接过来 之后呢随着房价地价的重新升值 经济的回暖 那么政府手里的资产也在升值 他提的这个思路何平先生你认为怎么样 我觉得非常好啊 因为解决危机啊 没有人比政府更有能力了 如果政府的思路正确 最可能最整的结果政府未必吃亏 而是因为政府有这个承受资金短缺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就像美国的经营危机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 那个时候谁要那些垃圾股啊 对吧 结果美国政府他结果呢 结果让这些这个情况不至于继续恶化下去 但是幻顾起来之后 这些财产慢慢变成优量财产 有了很好的回报 政府 见旧市 同时又挣了钱 嗯 这就是一个非常 经典的一个一个范例 嗯 那么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受这个影响 我不知道 但是基本上是 啊 只要这个政府不是彻底的烂政府 他都有能力解决这个危机 嗯 对国的问题来讲 对说来也巧啊 正好是黄金帆先生这个演讲结束之后 我们就看到今天金融时报的报道 在上海等一些城市 现在可能就要考虑开发商手里啊 建了一半建不完 或者呢是建完了之后 卖不出去的这一些房子 可能由政府牵头来进行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资产的一手和重置 之后把它们改建成保障房 或者是连租房啊 那我们也看到很多城市现在对于房地产开发商 愿意对于这些房子进行改造 有相应的政策和税收方面的支持 那我们很多从事地产行业的这一些专家 听众朋友们啊 也谈到了现在政策这样一个变化 目前看起来呢似乎是有可行性啊 这是第一点要向大家介绍的 黄金帆先生讲到了第二点 就是说这个中国这个房地产 畸形的根本问题还是什么 就是中国的财产性收入是极其的贫弱的 或者就中国的资本市场是非常的不健康的 那黄金帆先生啊就讲了这样的一组数据 说一般来讲啊 我们说说这个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到10%是比较合适的 占到你所有收入中的 中国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是不到3%的 和整个的我们叫发达国家比是差的非常远的 那除了房产是一种房产是一种财产性收入之外啊 整个资本市场应该有更大的活力和空间 理论上来讲啊一个合理发展的资本市场规模 应该是GDP的多少呢超过20%是比较合适 那么说美国有过度金融化的问题 中国呢是金融化极其不足的问题 中国现在是120万亿的GDP 整个资本市场是有80万亿的体量 但是中国整个的这个这个资本市场的规模还远远不足 至少还可以再翻一翻达到300万亿左右 这是黄吉准先生所提出的一个观点 那怎么办呢一方面是中国上市公司融资 应该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环境 改变现在的上市的各种各样的监管程序啊 以及行政的繁杂手续这是一方面 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国老百姓的收入里面 在资本市场里面可以进行理财 有比较公平合理安全的保障 而不是像现在这个A股一样 谁也不知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邀风邪气的这样的一个股市啊 那么现在整个全国的公积金总共是多少呢 二十五万亿二十五万亿里面有五万亿是拿出来进行贷款买房的 剩下这二十万亿是怎么办的呢 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把它存在银行里存在银行里 它没有进一步的投资升值的空间 只是进行一个基础性的这样一个储蓄保值 所以啊黄吉凡就提出了一个建议 未来呀这一部分钱也应该是跟着整个资本市场赚 那我们说一个年轻人从开始工作开始交公积金二十几岁到退休六十几岁 理论上来讲这四十几年间他付的这一部分公积金 那比如说他一共付了三十万四十万 在他退休的时候翻一翻是没有问题的 甚至翻两翻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与其你现在就把它存在银行里 不如让他跟资本市场轮转 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把中国的资本市场带活 让中国人多一些财产性收入 让中国人的钱多一些在资本市场健康投资的渠道 不要大家都把钱放在房子里 别忘了这才是整个房地产危机产生的根源 有关于他的这个方案把公积金投入资本市场 其实也是借鉴了欧美的方式 对不对 这就是讲到我们早一段时间 遇到了一些我们的网友 我们那些网友是上海的朋友 我们就讲到上海的这个企业领导的时候 就讲到了陈良宇 也就是说了黄金发新行时后的一个领导 上海市长时后的上海市委书记 他就当时把社保基金进入了这个股票市场 现在大家看起来是正确的 而不是错误的 后来把它乌相帽拉掉了 中国现在的问题 恰恰是中国未来的经济的增长点 如果一个国家 它有些问题只是纯粹的不产生未来想象力的那个问题 那当然是不是有真正的空间 而今天中国的很多的问题 恰恰是因为市场不见钱 或者是市场不具有想象力所造成的 所以这些问题稍微去处理一下 可能它的这个游戏就是另外一个结果 这所有黄金发所提出来的 你不能说它是平均想象出来的 因为这就是国际的西方的发达国家的市场的 基本的做法 是不是这样啊 对但是我们很多网友非常不信任 说我们的钱投入市场了 未来又被你们割韭菜了 对对对对 中国有一些这种词是非常糟糕的 什么躺平啊 什么割韭菜 每个人都用这种词 这种流行词以后啊 它会使人基本上就没办法有想象力 更没有基本上的面对问题的能力 你说你进入这个股票市场 你被这个股票给吃掉 你这个韭菜是你自己去让它去割的 是谁比你进去的 对吧 另外就是你是韭菜还不错啊 我还愿意是韭菜呢 被你割了以后我还可以长起来了 但是这些流行的词啊 这些妖妖和重啊 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在美国是变成了政治分裂 在中国是变成了 让民众更加缺乏一种 比较正面的看待问题 看到自己的缺陷 看到自己的不足 看到自己应该努力的空间 把所有的责任就变成 好像是股市或者好像是政府 当然政府有责任 股市不仅仅也是责任 但是你把它犯化成为一个韭菜 那就很多建设性的方案 就没办法讨论了 对但是我们也说啊 之前的确中国股市出现过很多 内幕交易操纵市场 对对 这样的丑闻 所以我们说啊 说这个股市的开放啊 股市的扩张 也是要和相应法律法规的建立 是同步进行的 所以中国讲的叫 金融市场的有序开放和扩大 其实重点是在有序上啊 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对 那么刚才啊 何斌先生其实提出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中国其实不是缺钱 也不是缺这个生产的动力活力 更不是缺中国人这种努力 争取更好生活的雄心 有的时候是一些渠道被堵住了 对对 那么除了我们 刚才说的有关于房地产问题之外啊 还有一个重要的 我们叫做经济发展的被堵住的 这样的一个没有释放出的潜力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的城乡差距 以及户籍制度 把人钉死在原籍地上 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的拖累 万事不求人 私人助理 私人顾问时代来临了 六度万事 万事相助 超强博士群 不断奉献专项服 信息 财经 健康 文娱 教育 旅游 消费 科技 美食 让您的生活品质 全线升级 六度世界 现在体验 请去3w.6度.word 限时免费期间 全体注册网友免费使用付费版的高级功能如下 支持论坛搜索免费画图 第一步 点击右上角最左边的机器人符号开始对话 像图片中红框中的那样 第二步 如图选择六度万事 我们未来将推出更多的AI供大家选择 然后 就可以与六博士悄悄畅谈了 还支持论坛内部信息搜索哦 您还可以让六博士做你的助手 帮你绘制漂亮图片 最后 可以点击添加 添加好友进来 一起与六博士工作 一起来3w.6度.word尝试吧